剪纸期也可以吃的酸香鸡腿和卤鸡腿 卤鸡腿去皮 在鸡腿上剪两刀 后面入味 你也可以不去皮 直接剪两刀 酸香鸡腿要把一边剪开 往这样平铺开 两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两勺料酒 蚝油 黑胡椒 给它们抓匀腌一下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蚝油 打好的蒜末 用水泡五分钟 把泡蒜的水倒进去 抓匀 腌20分钟 这个卤鸡腿腌得差不多了 把它俩俩放一起 放了腌住的汁 给它包起来 放一口 封起炸锅 180度 22分钟 鸡腿挨着皮的那面朝上 180度 烤17分钟 蒜泥里加上蚝油 拌匀 这个刀子是蒜蓉酱 鸡腿给它放个面 把蒜蓉酱抹上去 送回烤箱 185分钟 看着不错 我觉得这个蒜香的 看起来比较好吃 烤的事就好香 不够嫩 它这个就感觉是蒜蓉烤生蚝的蒜蓉酱和鸡腿结合在了一起 棒了 不够嫩 也许是我把鸡皮去掉的错 这个汁水感觉就会多一些 因为它是用细致包着烤 这个嫩 味道会清淡一些 如果你妈吃辣的话 你可以放点少许辣呀什么的 这就是这个汁水感觉